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Pose Studio的Melody 平時我們跳Pole Dance 經常都會穿高跟鞋 有很多同學跟我說 當他們穿高跟鞋的時候 沒辦法可以跪在地上 因為腳背和腳趾實在太痛了 到底有沒有什麼提示 可以令到大家 腳背和腳趾又會不會那麼痛呢? 如果你們都喜歡 Melody Pose Studio的Pole Dance分享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和按下小鈴鐺 有新的Pole Dance教學 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通知了 還有 不要忘記要like和share我們的post 讓更多人認識Pole Dance和Pole Dance的好處 先和大家介紹一下Pole Dance的高跟鞋 有兩個最大不同的款式 第一個就是右手邊這一款 你會見到面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布或者一塊膠 而且這個位置是比較窄的 左手邊這一款 鞋面上面這個位置是透明膠 而這個位置是比較闊的 兩款高跟鞋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膠面這個會穿緊的腳 穿得緊一點 令到你穿上去的時候 覺得安全一點 但是也會令你的腳 腳趾比較難屈進鞋裡 右邊這個不好處就是這個位置太小 因為腳趾很容易在你一point腳的時候就會飛出來 但是好處就是它會令到你很容易可以point全雙腳 介紹完這兩隻高跟鞋最大的分別 現在我就穿上腳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左腳的白色高跟鞋 你見不見到當我point了腳之後 我的腳趾完全藏在這塊膠裡面 而且在旁邊看 我的腳離開鞋底很多 你可以完全point整隻腳 雙腳可以藏在鞋裡面 當我穿黑色膠面高跟鞋的時候 我想point腳 你會見到因為實在太緊了 我沒辦法把腳趾吃不過 全部藏在裡面 那就是從旁邊看 我的腳趾其實是未完全point全的 那現在我就跪在這裡 給你們看一下兩邊的分別 當我們跪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白色這個布面高跟鞋 可以給我完全point腳 那我的腳呢 腳背這個位置就可以放在地上 因為我的腳趾完全藏在鞋裡面 我就不會覺得腳趾的地上很痛 當我穿黑色高跟鞋的時候 因為我的腳趾完全藏在鞋裡面 所以當我想point腳跪在地上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我的腳背和地上中間 這裡有一個洞洞在這裡 如果在這個情況 你想強硬把腳背壓在地上 腳趾就會堵住地上 你就會覺得很痛 那到底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如果穿了膠面高跟鞋的時候 然後你又想把腳完全放在地上 而腳趾不會痛 我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你的腳少許釋放 當你的腳少許釋放進去裡面 在旁邊看 整個腳背就會黏住地上 所以如果你平時穿膠面的高跟鞋 那你就可以在跪在這裡的時候 然後把腳少許釋放進去裡面 如果你是穿這款布面或者PVC面的高跟鞋 因為它裡面的空間大一點 鬆動一點 你就不需要思考 都可以把腳背放在地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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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